行道上兩名路人本來悠悠哉哉走路 但就在下秒 旁邊車道一輛黑色轎車 突然高速衝往人行道 他們根本來不及轉頭往後看 巨大碰的一聲從耳後竄出 神土飛揚車客零件瞬間噴飛 嚇得他們立刻把腿往前狂奔 父親店家也探頭出來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整輛車直接撞毀 車頭面目全非 擋風玻璃碎裂 不只轎車狠狠撞進檳榔灘 鐵捲門凹陷 也撥及隔壁機車行 男方不讓女方下車 對 然後女方就拉反動方向 然後就裝進來 父親民眾看見車裡駕駛與乘客 都受了傷立刻報警 事情就發生在27號這天上午約7點半 桃圍一名羅姓男子載著女友 沿著岩坪路往平鎮方向開 途中疑似小兩口吵架鬥嘴 女朋友想下車結束爭吵 但羅姓男子不肯繼續往前開 女友就動手拉方向盤 試圖讓車靠邊停 結果你來我往一拉一扯車失控了 造成駕駛頭部左右腳骨折 秋女臉部手腳擦傷 雙方無生命危險 也無酒駕行事 就差那麼一點點 兩名路人就受波及被撞上 幸好都沒有受傷 雖然警方還在釐清肇事原因 不過這回情侶之間因為吵架 不只愛皮肉傷 還得修車及賠償店家 代價實在好大 TVBS新聞林志偉李佳彥 桃園財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